我今天就一個人自己搞定, 你們幫幫忙給我一些提示, 我第一次做,所以又沒有預告什麼都沒有, 我們早點開, 希望多些人想正式我,或者十點鐘, 但現在我們可以聊聊天, 這個手機都是太小, 這些字很難看到, 我先看清楚, 自己學做,今天突然之間我自己都沒有準備, 多謝你們這麼早就先等我, 這陣子都很忙,忙得不得了, 現在基本上香港喜歡看我的機會可以看到, 台灣都不錯,台灣我們那個《向錢看》, 那個節目我都做了兩次,台灣的反應都幾好, 個個都有幾十萬的, 跟著美國的華人,在電視上,或者在YouTube上, 都很多人看我,所以我都很開心,但我現在開始, 就要進入那些鬼佬的視頻了,是吧, 我昨天做了一個都幾長的,跟謝文傑, 上次拉了謝文傑,跟他一起做,他在倫敦,我在華盛頓, 美國只要幫我們做的,做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都幾好,你知道我講來講去都是這麼多東西, 不是很多新料,不過我等下十點鐘, 我一定回答給你講一些比較在報紙上, 看不到的新聞,昨天那個VOA又幾好, 一會兒兩點鐘,我們跟波蘭的大電視台又要做, 現在都開始了,我開始進入去那個所謂主流, 但是主流媒體,你們一定要清楚, 一會兒我都會講,主流媒體基本上被共產黨收買了, 你們香港7月1號,那個遊行,這麼重要的遊行, 有幾家公司沒有報的,CNN沒有報,CNBC沒有報, CNN就是NBC,跟著Bloomberg沒有報,他們盡量按下, 因為為什麼呢?他們收緊共產黨的錢, 你想想CNN的訪問是誰,訪問那個談什麼? 人大那個談什麼?真的離譜的,應該訪問那些抗議者, 所以我說告訴你,共產黨的滲透真的令人害怕, 真的令人害怕,在國際上,聯合國, 它靠非洲那些,一個國家一票, 那些所謂文明大國當然投不過他們,聯合國,世衛,世貿, 人權組織,Interpol,即是國際刑警, 唉,差不多,你想,跟著現在又滲透了梵蒂岡, 梵蒂岡那些通訊設備,全部都是華為寄攻的, 你們知道了,上帝說什麼他都偷聽到, 跟著就,唉,總之就很辛苦, Trump的家庭他都搞定了,你說厲害嗎? 所以這幫人,真是全世界,不到你不佩服, 這些真是,對不起,對不起,真是厲害, 今天華盛頓很熱,差不多九十幾度, 我們涉事的三十二度,現在早上了, 待會還要上,我估計要上到差不多, 接近三十七、三十八度, 不過今天就是美國的國慶, Trump去了山上,Rushmore, 挑了很多以前的總統上,偉大總統, 當然希望自己將來有份在上面, 這些人,這個人唯一怎麼說,很高調, 紐約那些人很高調, 早知不懂得謙虛, 我們中國人那裡謙虛, 在美國不是怎麼洗得, 他去那裡演講, 今晚應該放煙花, 昨晚應該都聽到很多煙花, 美國人實際所謂愛國, 他是真是愛國的, 他們愛的國實際很簡單, 就是愛的所謂大憲章, 他們的憲章, 不是愛的那塊地, 也不是愛的那些人民, 總之誰尊重憲章, 遵守憲章的人, 相信憲章的人, 他們要發誓的, 即是入籍都要發誓, 對憲章發誓, 即是說你忠於他, 即是說譬如軍隊, 他不是忠於總統, 總統說是總司令, 都是忠於憲章, 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他一定要選擇憲章, 譬如你聽了總統說, 做了些不合法的事, 不能卸臉的, 為何你不看這個憲章, 每個美國人, 一定要知道憲章裏面說什麼, 如果你犯了憲章的法, 聽了總統說, 都是你錯, 可能會輕一點, 總統跟你分擔一下, 但是你不能說賴的, 賴不了, 最近我都, 前天我跟民運分子, 王丹你認識, 我請他吃飯, 還有一個叫王君濤, 這個人也是那時候算死的, 被人抓的, 還有一個叫蘇小康, 這個是私人, 建康的康, 這個是私人來的, 蕭康好像是私人來的 寫過很多反共的文章 他們先頭都說 我以為我天真、可愛、老得可愛、太樂觀 我解釋他們聽 我說當然成功的希望不是那麼大 很困難 難過登天 但是我這個做法是以我的能力、知識、關係、經驗 是最簡單的 對我來說簡單 不是說對我來說簡單 簡單到甚麼程度呢 就是簡單到 因為都是我自己個人能力做得到的 譬如找美國的律政司 他的法律部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要求他們控告 做Lobby 在行政方面做Lobby 在國會做Lobby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就是我做得到的 不是很容易 但是起碼我的能力可以做得到 我能夠舒服他們 我以前都沒做過稅客 不過老實說做生意 跟人談生意、推銷東西 跟稅客不是差很遠 一個是推銷產品 一個是推銷這個概念 實際不是差很遠 我們搞了幾十年生意 又跟西人做過那麼多生意 全世界我都做過生意 懂得如何說服他們 這個就是我的長項 說老實話 這件事就不需要延續 所以我就跟他們那幫文文分子 我見過了 什麼魏京生、楊建利、韓連朝 跟著差不多那些民運分子 全部都見過了 那個個都開頭 因為我呢 因為你們給了很多好照力給我 所以他們很好奇 看看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很少香港的商人出來交交鎮 他們先頭以好奇的目光來看著我 但是我跟他們說了 我說這件事起碼在邏輯上行得通 立法也好、司法也好 這兩個是在邏輯上行得通 他們就 因為老實說 他們在民運分子 不懂得法律的 你知道在大陸長大的 讀大學的民運分子 多數當時的大學生 八九六四的時候他們是大學生 沒有的 沒有什麼法律讀的 根本就是 現在是大學生 也不懂得 現在是大學生 得很大學生 那麼他們是大學生 他們是大學生 也不懂得 有幾個 有幾個 他們是大學生 有幾個 那些 他們一部份是靠美國政府求制他們 一部份是靠無捐的 很多真的痛情他們的外國人士 都無捐給他們 我們香港的時候的王爵運動 都幫了這班人 幫他們 那位六個 很有義氣 他們都非常感激 感情豐富 每個人都對香港有一份感情 他們聽我說 這個是第一 第二 我解釋了給他們聽 他們說 是的 我就問他們 每一個人都問他們 你說共產黨是不是犯罪集團呢 他們沒有一個說不是 這個很重要 我來到美國都有三個星期 我碰到所有的人 我第一句就問他們 共產黨你覺得是不是犯罪集團 個個都說是 但是他們就沒有想完整個過程 什麼叫整個過程呢 他就應該由他建黨開始 在江西殺了很多人 你們有空看看 共產黨在江西成立的蘇維埃 不是中國 他覺得他是蘇聯的一部份 所以叫蘇維埃 所以叫蘇維埃 USSR 實際就是蘇維埃聯邦 他覺得他是蘇聯的一部份 如果你說人賣國 沒有人衰得過毛澤東的了 他就拿 那時候拿 中國 其實他所謂在造反的中國 作為蘇聯的一個蘇維埃 蘇維埃 小的國家就叫蘇維埃 大的就叫做USSR 就是Union 就是組合大的聯邦 聯邦就叫做蘇維埃 就是USSR 小的國家每一個都叫做蘇維埃 那時候開始 你們看看江西的人口 好像是由2000萬 跌了1000萬 殺了多少人 他的經濟來源怎麼樣 共產黨經濟來源怎麼樣 一直搶那些有錢人 搶那些錢用來做軍費 不是哪裏有軍費 他又沒得抽稅 所以他全部都是秘密的 由江西開始 一路長征 長征哪裏有錢 見到有錢人就搶 一路搶 搶到閃北 十萬八千里長征 他說根本沒有 那裡實際加加賣 我猜都是一萬里都不到 好 實際不是長征 是搶劫 沿途 全部靠搶那些有錢人 一直搶到閃北 所以他那個搶劫 搶有錢人 那些是做慣了 對他來說 加上變反 你明白嗎 現在你香港是濕濕碎 又搶多一鎊 哪一鎊不是搶 我一會兒跟他說 你們一定要跟著錢 共產黨 你以為他是跟著理想 這個是大錯特錯 包括今時的國安法 都是為了錢 記住這句 我希望我現在說的東西 全部錄起來 可以放上youtube 因為我今天真的不懂得搞 我第一次搞直播 應該是十點鐘開始的 我早了 希望多些人上來看 因為我好像沒有做到預報 沒有做到預告 說我十點鐘上 希望大家上去那些 以前看開 習慣了星期六晚 來看看我這個老人家 剛才講到共產黨這100年 我跟那些民運分子也好 美國的議員也好 美國的遊說公司也好 什麼我都講 沒有人反對我說這句話 但是沒有人去想像他一百年來的罪行 我昨天跟程翔先生通了個電話 他幫我做了很多 即是那些歷史 他是中國近代歷史 是蕭森介紹給我的 說他是做得最好的 中國近代歷史 我準備跟他有一個聯合節目 有一個聰明節目 因為我老實說 我的歷史是聽回來的 不是看書是回來的 他那些真的讀書讀回來的 所以我就想跟他過多個禮拜 兩個人做一個共同節目 就是數了共產黨那些反人類 真是單單都以百萬計的 不是以十萬計的 單單都以百萬計的死傷 死人不會說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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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傷到億的 以億來計都有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掃它出來 讓大家多些人知道 他到底犯了什麼離天大罪 現在程先生 就是程翔 他還在完成他的資料 他已經給了很多我的了 但是我們這邊在組織拍片 組織拍片 就做一套15分鐘左右 我不想太多 太久沒有人有 沒有人有心思看 英文的 有中文字幕的 我就拿去給全世界的人看 最重要是說服那幫議員 要那幫議員寫信給總統 一會兒我會講的 立法那裡應該有些突破 只要特朗普同意說中共是犯罪集團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這件事可以進行 但是立法 如果立法有改救法也好 都是要種種籤子的 所以是不是特朗普的家庭裏面 有些奸細 機構是被共產黨搞定的 你說用不用力 一直搞到他的家族為止 他那個內閣 內閣 即是他叫做secretary 美國人用secretary 我們用司長 大陸用部長 他那些secretary裡面 又有親共分子 幫共產黨講話 不只是幫他們講話 還轉話給共產黨 還有破壞 美國其他好像蓬佩奧那些 對中國的行動 他在破壞著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那些東西滴滴漏漏 好像很慢 等得不耐煩 應該當日特朗普 在玫瑰院那天他講 他說中國已經不是一國兩制 而是一國制 我要取消香港的特衛 那天你見不見到他 然後轉過來就走了 就完全一句話都沒有答覆那些記者 那天原本他有二十點要講的 怎樣對付中共的 但是她的內閣和她的家裡有人制止了她 所以她在裡面吵得不得了 她出來都遲了 她們裡面直接在訪問後面的室內吵 吵完她走出來說完要取消香港的特衛 已經變成一國一制 說完就領頭就走 就證明她裡面的矛盾是沾淚到不得了 這件事你們要知道 不過講到最後我們在這裡製作一套片 就是15分鐘左右數了共產黨的罪行 反人類罪行差不多我估計15、16件 現在每天每個人都要加入來 全部都有圖片 有圖像的 看起來只是真的圖像 所以應該是這套東西我用來說服那些議員 所有的政治家 全世界 我都要他們有機會看這套片 看過這套片的人 不可能會投親共的政治家一票 如果是議會的 不會再親共 所以我就是更久 他們問人士跟我說 是啊 我們都一直沒有做 那些民人士很可憐 他們說我來了三十年左右 實在一事無成 他們是自己承認的 他們說我們每年都想辦法 又說要斬首行動 什麽東西都想好了 我跟他們說 我很同情你們 根本今年以前 你做什麽都是多餘的 根本就是浪費你的時間 因為不會成功的 我說包括你 包括我 做什麽都沒有 為什麽我今年站出來呢 就是我看到這個機會 我們香港人就明白什麽叫機會 做事要講機會 不是不斷於盲中去做 他們做了三十年 美國就養了他們三十年 從六四開始到現在就對三十年了 美國就養了他們三十年 但是他們又很frustrated 就是很苦悶 所以見到他們個個都是 見到我很多勉強的笑容 而且一開始就非常悲觀 我就跟他們解釋 我說我非常同情你們 你們做不到事是正常的 誰都做不到事 你們就好像我們香港人那麽手無寸鐵 他們很佩服香港人上界這件事 非常佩服 但是呢 我說你們做不到事是正常的 因爲實在美國不會為你打仗 爲什麽會為你打仗呢 有空過頭 美國人現在 移到今天 死了十幾萬人 現在差不多已經十三萬人了 一直升上去二十萬人 都還是不敢提 要去追究 用真正正追究中共 還在這裏說兩句暗示的話 就不敢用China virus 但它不敢說是你有意拿過來的 即你是犯罪性的 轉移了病毒給我們 這件事我一會兒會說 你記得看我 因爲我就跟那個四星相軍 Roberts Spaulding 很出名 Roberts Spaulding 我就跟他說 幫他一會兒講 對不起 太多話說了 我是沒有組織的 我不捨得的 我不抵鬱的 所以我想到什麽就講什麽 說回那裏 我們會做那套片 那套片應該就不是很難 因爲這個就是 共產可能叫它做 叫做英文 因爲我主要用它 CCP 就是Criminal Organization 就是Organized Crime 美國人喜歡聽聽這個 它叫黑社會就叫Organized Crime 這件事我在這裏做 現在基本上找不到人說反對我說這句話 現在已經是 個個都同意 沒有人夠膽站出來 希望沒有人夠膽站出來 就投反對票 我都是這樣希望 那些民運分子 我昨天還跟他們做了一個 他們有很多傳媒的 好像香港那樣有很多很多傳媒的 那麽跟我們做一個叫做光傳媒 好像叫做光 光線的光 那又不是很大的 但是呢 就跟那個蘇曉康 蘇曉康 健康的康 那跟他有一兩個人民運分子 就一起講 都講得很好 講到最後 他們都非常同意我這個做法 他說 不是說這個容易 只不過是這麼多的做法裏面 這個是最合理的 因為共產黨干擾不了你 我去國會做功夫 老實說 今天中國人的面子在國會裏面走來走去 別人對你有懷疑的 但是他一看到我是香港人 知道我是香港人 馬上就戒除戒心 所以我覺得那些民運人士又好的 非常接受我這個說法 當然我是做產品的 做了產品之後我自己要推銷的 所以我這件事是自己想出來的 我退銷 我當然會講 這件事是我做的 那個人都幾好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這麼完整的想法 他們就說 好像我跟新澤西兩個議員 我那天去聽證委兩個議員跟我見過 他說我們死了萬三人 其實新澤西州可能現在還在死 還在增加 他說我們那些人真的很慘 死了萬三人 等於有那些家庭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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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四 五 萬人 那些人個個都拿張票 而且他們個個都打電話寫信 去給那些議員寫信 封封信都要回的 個個電話都要回的 不是開玩笑的 美國跟我們區議會可能有點相似 但是他們很緊張 美國那些回得不好的就是什麼來的 所以回得不好他們下次就不喘你了 所以他們很大壓力 最出名的史物庫 你知道了 就實際在眾議院裡面兩個人是最反共的了 一個就是佩洛西 民主黨的女人 那個女人真是有好東西 在天安門被人拉過 跟著就是這個史密斯 這個史密斯又是二十多年 一直都是對共產黨做的事情 他們就非常好 所以下個星期我一連串 一連串要跟議長開會 還好笑點 前幾天有個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 可能是業餘記者就採訪我 他們問開他們說 你是不是有特殊關係 就是他以為我是CIA 有特殊關係 為什麼你這麼容易見到一些議員 我說美國你真是不明白 美國走進去國會議員辦公室的那個建築 就好像我們香港的寫字樓 一格一格一格就是一個議員 那些門打開的 叫你敲門 寫明 Please come in 就是叫你進去跟他聊天 他是公開的 現在有了這個病毒就需要檢查一下 以前沒有的 中門大開你直接操入去 任何一個議員敲門 你走進去就跟他說了 當然他有個waiting area 如果有幾個人在裡面就叫你等 美國就是一套這樣的制度 那些眾議員 參議員也是一樣 全部他們所有 因為個個都打開門 你如果關門沒得了 沒人來找你 他們那些選民當然直接還可以找你 因為每個州裡面自己有辦事處 選民自然可以在當地就可以了 不用你華盛頓 但是你在華盛頓隨時可以敲門進去 這些人是不知道的 個個都以為那些官員高高在上 他真的是人的公佈 好似我們的區議員 區議員這套制度就是好 將來我們香港就是這樣 所以我可以這麼說 我這個行動的難度 因為我一向都知道美國的民主精神 所以原本我根本沒想在香港停下 做這麼多節目的 所以我那時候想早點來 如果我早幾個星期來 都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我就可以早點工作 現在都不差 因為現在剛剛碰不到通過《國安法》 還有我看不到秋斤 一天做三、四個訪問 為什麼呢 現在香港那些不敢被人訪問 沒有幾個就只是那個留什麼 留什麼就受訪 其他的人真的不敢 怕因言入罪 分分鐘告你國安的時候 分分鐘監獄錯 他們有家裡你明白 所以現在我就變得很熱門 全世界有關香港問題的 都來搶著 唯一就是那幫主流媒體 不包括FOX和大紀元 那幫主流媒體收了共產黨的銀 那幫主流媒體收了共產黨的銀 你也能夠快點 你跟這架砍 那幫主流媒體的銀 香港又非常恨真恨中共 因為武漢病毒 但是議員現在代表他們 已經基本上已經轉了方向 以前都有親共的 因為共產黨透過很多方法 透過美國華人捐競選費給他們 那麼合法的 你就不能說他不對 中國人在美國拿過那個護照 他捐競選費給議員總統 不說他不對 按規矩就行了 好像有限度的 我沒有去研究的東西 美國現在但是那些機構 絕對受共產黨滲透了 機構永遠有利潤在這裡 華爾街的投行全部搞點 你不支持我嘛 行 我就不給你生意 單單生意都說八萬千萬的費用 fee 它叫做fee 每間小公司上市都說幾十萬 只不計算 那些人呢 過去那二十年 只是中國公司上市 上市之後還幫他們這個 又說合併 又說收購 又可以說 要很久講了 賺到盤門 盤門 那這些華爾街都搞定了 那哈利活 又是被教你生意 很簡單的嘛 你反吧 你這個明星反我嘛 你這片不會入你中國 那我又覺得反吧 跟我們香港那些電影一樣 那些大公司的名牌 產品公司 服務公司 都不敢公開反它 一反它就不給他生意了 我還要跟你講 有個大件事 它現在又搞什麼 中國不是搞的 大陸不是搞的 叫做什麼 東運 東運的廣播權 就爭到頭崩壓力 那誰決定 又是共產黨 它決定誰 誰不報我的壞事 誰報我的好事 我就被誰 所以這陣子就安靜了 剛剛就決定了 這些新聞就很低調的 決定了誰有轉播權 就是那個東運 中國是不是明年底 明年底還是今年底 搞東運的轉播權 就被誰 那些人就是奸細 那些就是出賣我們的人 講一下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真的非常嚴重 現在是90點鐘沒有 看看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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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太重要的那些 留下一些重要的那些 等10點鐘來的人看 直播可以回頭的 可以回頭來過的 希望他們可以 希望他們可以 我們剛剛9點 9點10幾分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 有件事 有件大件事 剛剛有件大件事 剛剛他們說給我聽 現在香港那些人抓了 抽血的 抽血來去驗DNA 我有沒有見過什麼事 我趕快留了 言給何俊仁 我說你馬上給我查一查 這件事 他們以前抓的法輪功 全部抽DNA 抽血流DNA 為什麼呢 不是說抓了你判了你 一拘捕你 就抽血 抽DNA 為什麼呢 中國人知道了 那個活摘器官 我們一直都不想避開迴避 不想聽 這件事太恐怖了 你明白嗎 太恐怖了 都不想聽 有些這樣的事 絕對有些這樣的事 我都不是很想聽 聽到這麼鬼血聲的 活摘器官 那些人還生的 他做活摘器官 他拿了你的DNA 其實將來 他就可以去配血型了 誰有需要什麼 他是全世界推銷的 現在還在做廣告 你千萬不要以為 這件事是歷史 不是歷史 他拿了DNA 他就接著去廣告 譬如 突然間譬如 歐洲哪個國家 我要換腎也好 有些要換肝 有些要換什麼 要換 總之氣管 心肝皮肺也有得換 他們就做廣告 有人來問 人家又要傳他的DNA過來 所謂要換病人 接著他就配了 配得對嗎 對用 將來監獄中 有個這樣的人 分分鐘就不見了 你不會以為我嚇你 我不是嚇你 我真的知道詳情 但是我也知道過程當中 我也作嘔 人對人可以這樣的 所以你們看歷史 納粹殺了幾百萬猶太人 進去那個Gas Chamber 那些還看不到他死 他進去Gas Chamber 一開掣 死了之後 拿出來的屍體 活摘器官的畫面 怎麽嚴重 他拿你的生硬 最好救生仔 最好後生仔 因為那些器官健康 他拿你 他不是 他只是拿你 那些東西殺了你 當然你的腦 基本上他拿你 拿你這裏 不斷地的血 繼續在流 但人已經失去知覺 他保持你在那裏幾天 保持你的身體生存幾天 身體還未死 血還在流 但腦就死了 跟著他就拿你 不是拿一件 一個年輕人在裏面 見一見都好的 對他來說 見一見都值幾十萬 美金 見一見都值幾十萬 做這些東西 所以他英文叫做organ harvesting 因為它是器官的收割 它的翻譯是這樣的 harvest 就是你這件事帶了給你收割 所以我去找一天 我去找幾個證人 告訴你 證人不是被人殺了 那些沒有證人死了 但很多人在醫院裏面 被人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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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人被人殺了 醫院裏面的清潔工 醫院裏面那些人就是證人 我告訴你 那種殘酷的程度 真的沒有辦法上場 我都不記得說到哪裏 我再說一說 說一說 說一說殘酷 現在就開始取消了那個所謂一械政策 就是單身 叫單身政策 那平均 我們說平均 就是中國 這幾年 又開始增加 人口增加了 這四十年人口差不多 拿個平均數 十億人口 現在十四億 以前可能少些 算他十億 一年 現在統計出來 一個percent 一個percent 是強迫你墮胎的 一年一千萬 四十年就是四億 這條資金數 我想想想想想 是不是多些 一億 我計算這條數 真的這麼多 你如果真的問 在醫院做過的人 我有幾個北京的朋友 是做醫生做護士的 他們說真的 他們說波度 他們要加起 有時候在後院 醫院有草地 加起在那裡 加起帳篷 就在那裡獄手了 這樣呢 那個嬰兒出來 在腦袋裡打針 是酒精 打針 那個嬰兒 原本沒的 出來不是死的 個個都是生的 打針 打死他 是打酒精 酒精當然是最便宜的 醫院裡面有很多 一針打到頭那裡 那些嬰兒就死了 你說慘不慘 這些人 這些人來的 所以 我們開始了沒有 十點鐘 還有五分鐘 現在我很好 在國際媒體那裡開始 因為很多人看 變成很多東西可以介紹我 我昨天和鄭文傑 在這裡做節目的時候 順便做完節目 我跟他聊聊 他那邊在那裡 剛剛完成了隔離 他可能去到那邊都需要隔離 英國的隔離 我看到他都挺好 都挺好 我跟他用國語做節目 不只是我 美國之恩 美國之星 我們用英文來做 不是用國語來做 他那些事情都講得很清楚 當然 他好像是台大讀書的 他就很好的 台大很好的 一流的 跟著又去讀那個 叫什麼 International Study 就是國際關係 差不多 我覺得他很好 這樣就很正常 他就講起 他說香港 在醞釀議會 我聽聽也有意思 我就說 這件事我就不想講得太多 他就是因為他好 免得連累了 那些人 但是 謝文傑就不能連累了 他們也很難回去 又好像跟我這樣 就是公開公開抵毀共產黨 不是抵毀講事實 非常之 謝文傑 真是我們香港的精英 你提醒我十分鐘,我希望正式開始 不過現在都說亂了,我是永遠沒有組織的 所以那些人訪問我,給我一堆question 我從來不跟的,你跟了 你就給他,他喜歡你怎麼說怎麼說 講到沒有了感情,為什麼那些人做節目呢? 我真的講到實話,為什麼有人聽我說呢? 我在這裡sell,我在這裡sell我的information 但是我是真事,我在這裡sell information 但是你收東西那時候,你不可以管,我太死了 管得太死之後,我都要經常顧這樣顧那樣 那想事想不及,那個人的表現差很遠 我現在這樣自然講話,沒有人管我,挺開心 我想到什麼講什麼,我的東西是這麼多年 都活到70歲了,起碼這些東西全部是真事 我不用壓你,我沒有好處壓你們 所以就變成這樣自然發揮就相當好 謝文傑不錯不錯,我都是想著,可能這裡的東西 看完之後,港幅了那幫議員,我就可能去倫敦 你記得我那時候,我來美國,第二個都是要求,要求蓬佩奧,勸強 勸他拿個主權,香港主權,給我們香港九七年前的公民 據聞也好,公民也好,什麼都無所謂 但是這件事,這件事聽上去好像很遙遠那樣 但是又不是沒可能的,現在英國的跟英中關係已經開始 已經跌到一頭圖了,當然我不可能叫英國自動獻身,是嗎 因為我前幾天跟一個人權律師,歐洲人權律師聊天 我就說我實際上沒什麼心機去歐洲國際法庭去告 我說這件事,那邊的人都沒有執行,上次 被雷彬贏了案,都沒有事情發生 我說如果沒有事情發生,我就不做 然後我跟他說,我就突然想起我這個第二個請求 我說實際如果真的要告的話,就應該告中共 告中共,就說它毀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依中國的態度它是不出席的,它根本不承認的 就是海瓦的法庭,告中共之後,撕毀了之後 再拿這個判權找英國,叫英國給我們主權 我們香港九七年前的居民 今天準備不足,不好意思,我想說的就是香港的前途 那麼多東西都幾雜的,但是都有一部分你們可能在新聞 在報紙那裡看不到的東西,不好意思,我現在用手握住 那個案子給你對著,那就沒辦法了,香港的問題都幾複雜 總共有很多權力在鬥爭,說很多錢,很多大集團都在參與著, 政治方面也有,公司、商業方面也有,大家都在等著, 大家都在等著特朗普出手,我告訴你,有點內幕消息, 特朗普那天說取消,有一天在那個花園那裡,他走出來 說取消那個香港特殊地位,那天公佈,他講完就另一身就走 原來那天,他出來之前,他們在那個白宮裡面, 就是裡面那裡咬到七彩,原本他有二十條要對付中國的, 已經決定了很多東西,就是蓬佩奧給他的, 但是他們白宮裡面有人極力反對,極力反對什麼程度呢, 就是說如果這樣做,我可能會辭職,這兩個人是誰呢, 一個就是財長,中文叫拿,財長拿,中文我都沒有消息, 一個就是一個女婿,這兩個人跟華爾街有歐打, 死都搶著,不讓他講,因為講了那些東西出來, 差不多可以講九成跟中共脫,中國也有好中共脫口, 那些東西很嚴重,就是裡面那個內婆, 當然這邊就是蓬佩奧和納巴羅,和副總統Pensy, 那邊就是女婿和那個財長, 這件事已經滲透到他的內閣,滲透到他的家庭, 實際上原本就是他跟著,現在特朗普想得很厲害, 當然他的連任是一定要教訓共產黨不可, 當他這幾天簽了《香港自治法》之後, 就一定要出重招,不然他也不用想了,沒有他份, 這次總統沒問題,甚至有人提出來, 甚至因為共和黨那個所謂,他們永遠有一個會, 開全國大會,競選之前,前兩三個月左右, 就開大會,還未開的,那時候提名, 他們提名都要內部,要整個共和黨, 要他們同意,同意謝華,提名這個人, 當提名大會開的時候,如果有人提出來, 不用他自己的,有人提出來,譬如另外一個人, 那就會考慮得很厲害,大家都會想, 因為看看你最近的表演,現在在談的是誰呢, 當然有人說彭斯,但我的看法就是蓬佩奧, 唯一有實力的人,全美國都喜歡這個人, 這個人夠很堅,而且很鎮定, 說話不多說,做事多於說話, 而且因為他是軍隊,軍都做過軍隊, 他如果需要尊重命令,那時候絕對遵守命令, 就不會亂來的,其他那些人,好像班農那些, 你知道他們那些人,就是性情中人, 想到差數而已,所以是分分鐘被炒的, 所以裡面立立亂,但是整件事, 根本就誤到特朗普退縮,他都在猶疑不決, 因為為什麼呢,他這套脫勾出來,你知道, 中共再反制,這些當然是你一拳我一拳, 中共再反制,中國有一輪, 基本上脫勾了之後, 中國這個市場就有牌子了, 有牌子都不會恢復, 但是他們的財長就這麼說, 他們說我們需要中國市場,幫我們恢復經濟, 他就這麼說,女婿是猶太人, 現在十個九個都是猶太, 他是自己人的,猶太人很有趣的, 你嫁了女兒過去,女兒都要做猶太人, 不可以,特朗普是基督徒, 不知道天主教,應該是天主教, 這個女婿一向都是,很多女婿很多時候 以前都在中國有生意, 抑過她的,那些是少數,不是大數, 但是你知道,中國什麼都應成, 知道有條人在我裡面,所以裡面咬得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以整個國民, 美國人民的那種憤怒,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講到, 那天聽政會那天, 其中我跟六七個,不是五個, 我講笑了,六七個議員都, 他們離開議場,他們經常都要出出入入, 因為他們有其他事情做, 每次出入,我釘著他們,跟他們走去電梯那裡, 由議會聽政會那裡走去那裡, 差不多兩分鐘左右, 我根本一分鐘都講完, 我說要他們支持我這條法律, 他們個個都說,你發問這槍找我們, 他都不可以立即答應你, 即是說我們,他說很對, 兩個New Jersey的議員, 就說我們死了一萬三人, 你說我們怎樣交代, 他們非常同意, 就是我提出的, 現在我基本上可以跟你講, 不會有議員反對我這個, 沒什麼值得反對的, 唯一反對會沒有呢, 就是白宮裡面, 因為白宮裡面, 如果我提這條事發生的話, 基本上等於脫鉤, 你說共產黨全部是犯罪分子, 你說這條騙手都不是對的, 你跟特朗普,你跟習, 騙手都是, 你沒理由跟反對分子騙手, 所以我這招很辣的, 所以辣到最後那班, 即是白宮裡面那班親中分子, 親共分子不是親中, 親共分子肯定會堅決, 堅決就是勸特朗普不簽, 因為這個簡直就是脫鉤, 你說誰跟共產黨, 你跟中國做生意, 沒理由後面那個不是共產黨, 每個人都是, 人民的憤怒是不得了的, 我再講回了, 再關於香港, 現在特朗普考慮得很厲害, 當然蓬佩奧那個名單很長的, 很多人制裁家越多越好, 但是裡面那班所謂親中, 親共派, 他們當然越少越好, 是不是都會制裁, 這個就沒得談了, 這個就是大家爭拗的問題, 這個制裁, 但是我就跟他們講, 我就跟他們所有人講, 我碰到的, 有些是白宮官員, 有些是醫院, 我說這些東西, 你們制裁, 就算你制裁一百個都會, 有什麼大不了, 人家有九千萬會員, 黨員, 你們一百個會員, 你都這麼大不了, 它不斷有心血, 而且有幾億, 中國有那些共貞團, 紅領根, 好像四億, 那些年輕人差不多, 那些年輕人入學, 就要說我要獻身給共產黨, 我要為共產黨, 我為共產黨願意死, 所以我說你不一鑊繳起它, 不一網打盡它, 拿這個集團消滅了之後, 你永無零日, 你永遠開這個會, 我只當著這些議員, 你永遠開, 開到我們死了, 我們的子女還在開這些聽證會, 你猜它這件事就完了, 武漢病毒就完了, 有段時間來, 它大把想的新事, 它有九千萬人想的, 最終它有三千人在想的, 它九千萬人在想怎樣升級, 怎樣想的東西, 弄些想法給上級, 來對付美國, 這樣它就能升級, 不相許沒物, 就是這樣了, 它每次想的東西越讀越好, 越讀它就說好啊好啊, 它很牽計給那些領導, 所以這件事我告訴你, 這件事我告訴你, 這個名字, 當今,英文就是Present Danger China, Committee Present Danger China, 這個我們中文, 簡化了, 我們美國的華人, 就譯了它, 當危會, 這樣叫它出來信口, 知道嗎, 當危會是甚麼呢, 成立過四次, 它不是長期的, 它們完成任務就收檔了, 最早成立,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成立過一次, 跟著反蘇聯成立一次, 跟著好像打, 跟著就是恐怖分子, 九一日之後成立過一次, 跟著之間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就叫做, Present Danger, Committee of Present Day, Present Danger China, 很厲害, 這個名片沒有, 我就不肯參加這個會, 我說, 除非你拿China改了CCP, 不然你會來等我, 但這個會很重要, 這個會就是那些退休的軍人, 中央情報局的人, 還有資深的政治家, 有些還是來今時代的, 有些很老的, 八十多歲, 是他們參加的, 他們上次911之後, 他們美國用甚麼辦法來對付, 就是他們全部由他們想出來, 即是最高級的智庫, 可以這樣說, 你記得中文叫做, 當危會, 危演的危, 我講到哪裡, 他們建議, 所以他們很多東西都是他們建議的, 那天, 我講回那天, 特朗普說取消那個之後, 你見到他禮頭就走了, 實際他有21點要公佈出來, 怎樣對付中共, 裡面大部分都是當危會的建議, 建議他們應該用甚麼手段來對付, 對付中共, 裡面各種各樣, 五花八門的制裁, 基本上講到脫鉤, 現在根本老實講脫鉤, 特朗普因為家庭的問題, 那天不講理, 禮頭禮身就走了, 記不記得, 但這件事不是等於不做, 現在兩派還在鬥, 最近最後, 應該這個禮拜, 香港自治法通過了, 它簽了之後, 就開始公佈一系列的東西, 都是好的, 比較完整些, 比較周到些, 那麽多, 那麽多, 這個當危會實際裡面, 就很多猛人, 很多猛人, 班農都在裡面, 很多猛人, 他們就在那裡說, 基本上真的要打, 所以我跟當危會比較熟, 所以我曾經跟你們講, 我南海那裡, 如果真是砌, 南海是第一個, 因為南海不只是美國的事, 美國反而不是用那麽多, 但你想想韓國, 日本, 台灣, 包括中國本身, 都用它來做過經過, 由它那裡去歐洲, 包括奧泰利亞, 紐山西南, 跟著中東那些人, 全部從這裏回來, 去回這個國家, 所以全世界的航道, 沒有比南海重要, 南海就包括馬洛格, 所以這個, 他們那時候, 在講兩年前, 他們已經告訴我, 美國一定要搞點南海, 因為為了大家的利益, 所以他說, 我們會警告中共, 你不搬的話, 我幫你搬, 實際這件事, 中共去年, 反正是奧巴馬時代, 就簽了紙, 以後, 不會再, 絕軍怎知回回去, 趕快搞定, 奧巴馬呢, 中國那方面, 就是由拜登負責的, 奧巴馬自己看著抽筋, 拜登就當看不到, 這件事, 南海就是這樣形成的, 就是拜登當看不到, 美國人過去知道這件事, 拜登你知道, 很多好處的, 不只是兒子拿了15億去投資, 上米美金, 根本就麻煩到抽筋, 那個兒子也是, 在軍隊裡面, 因為take drugs, 吃那些毒品, 被人踢出來, 踢出來之後, 怎知道, 跟著老爸去坐Air Force 2, 去北京, 回來滿載而歸, 請他做投資顧問, 突然之間, 在軍隊被人踢出來, 會變成投資顧問, 給他15億美金去投, 投, 華定給他投資, 深圳那間什麼, 不知什麼, 面部識別那一隻, 拜登的兄弟又在那裡, 那裡有份, 那裡有公司, 大家唯一唯就搞定了, 那些錢都不用直接給他, 大把辦法處理, 跟著搞烏克蘭那一和, 所以拜登如果算中, 我們香港就慘了, 我都沒人看, 真是沒人看, 救都救不了, 但現在還沒輸完, 特朗普還是有很多理由贏, 很多因素可以贏, 說回頭, 白宮裡面是流流亂, 但是國會的意志是非常之堅強的, 因為它沒得假的, 老百姓怒, 現在不是, 那時候說六七十個百分比, 現在就是八九十個百分比, 我的看法老早超過了九十個百分比, 就是說對中共, 要中共負責, 那天我跟四星將軍斯鮑林說, 我說你們美國人真是很愚蠢, 根本是爛, 你們不敢面對共產黨, 當有一個, 我說那個武漢那件事, 我說你們經常都在等證據, 等證據, 有證人, 你又說證人都不夠, 又要等證據, 我說當有一個延場發生了一個控案, 有一個嫌疑犯, 在那裏播命, 在那裏消滅證據, 又不讓人進去看, 那在香港便可以拉, 在哪裏都可以拉, 你毀滅證據, 你不讓人入場去檢查, 你說WHO沒有去到現場, 在酒店那裏, 去到武漢酒店那裏, 沒有都沒有, 連海鮮市場都沒有去過, 那你就已經夠拉, 而且你不是說死了一兩個人, 那些兇案, 死了十幾萬人的兇案, 你們現在在這裁裁, 說不夠證據, 所以我們不想動住手, 但你的責任是保護老百姓, 你政府的責任第一就是要保護老百姓, 第一你又沒有保護好, 死了那麼多人, 那你怎可以防止它再發生呢, 你不可以說因為沒有證據, 你不去保護老百姓, 你這個講不通, 他非常同意, 你一定要拿理由跟他們講清楚, 個個都質質薄, 全世界的人都不想去參與戰爭, 當然一有講到它是真的故意這樣做的, 或者故意隱瞞事實, 故意被人飛出來由武漢, 封了關之後還飛人, 知道了之後就飛, 整個一月份都知道了之後, 不斷五百萬人離開, 然後不斷有幾十萬人由武漢飛到全世界, 這個你說了, 你一月二十多日才封城, 封城之後你還沒封國際機場, 二月才封國際機場, 這件事在全世界都講不通, 你有沒有及時二十四小時通知世衛, 遲了兩個月, 這就是罪名, 不是單單案件都有一支smoking槍, 不是有一個冒煙子槍, 為何一定要見到冒煙那支槍, 說要抓人, 全世界的謀殺案都不用抓人, 所以它非常同意我這點, 所以這不是我來的主要任務, 但我看到他們這樣的頹勢, 我就很興奮, 說你們不要說保護我們香港人, 那些很遠, 你自己人都未保護到, 你這樣怎辦, 所以我已經形成了一個, 我有一個好處, 第一我年紀大, 第二我便不怕講, 所以我對美國的人講話, 我就不理他們是否, 我就沒有所謂膚色, 我又對他們, 你當官我當你死, 我照樣講的, 我就平起平坐的跟他們, 所以我跟他們講, 個個都說我講得好, 所以現在我剛才剛才開始講, 我現在基本上, 喜歡聽我的東西, 不喜歡聽我的東西, 當然不會聽, 廣東話粵語的, 香港聽得到的, 我基本都已經可以說是覆蓋了, 台灣我也做得相當好, 台灣我是那個鄉淺漢那個, 鄉淺漢那個, 那個節目做了兩次, 他們說反應好得不得了, 我昨天美國之音做了, 他有星期日晚, 星期日晚在台灣, 即是多人看, 那是國語, 多人看估計, 所以又是會, 台灣的人會基本上是接受我的觀點, 我不是想別人歡迎我, 我不是做Celebrity, 我是你接受我這個觀點, 所以我來到美國, 所以我來到美國, 基本上這些民運分子, 魏京生, 黃丹, 王君兔, 楊建利, 韓 還什麼年 差不多那些民運分子 我見不到的 你看到我跟很多Khao 我們跟他有一個平台 沒一個人不支持我這個觀點 共產黨是犯罪集團 沒人支持 而且我苦찬來說 我就警告了他們 說你們現在都是美國人 你們根本就是當這件事不夠逼切 你看我們香港這樣,如果你們逼切這麼多 分分鐘共產黨都不敢這樣 它現在敢這樣就是看著你們傢伙拖拉拉拉 所以就搞成這樣,所以我說什麼他們 我直接是當面噴他們,說他們 他們不向自己的國民負責,不保護自己的國民 這些事情聽了他們沒得搏,所以大家談得很好 基本上我們香港的前途實際講難聽一些 在特朗普的手裏面,今年明年就不知道了 今年在特朗普裏面,特朗普做了很多事情 它現在就好彩上星期經濟有些所謂 就業人又多了四五百萬人,它就好些 突然之間骨頭都輕起來了,又去總統山 有些總統搶那些那個山,跳下那個山,又去那裡 又說自己的樣子都擺上去,這些人不怕走 老實說我們那個前景就放在特朗普手那裡 我昨天在美國之音做過節目時,跟那個鄭文杰 因為他怕主持人叫范冬寧,講國語 他怕我一個人可能不夠話說,他抓了鄭文杰 好,鄭文杰,那個人相當好,他的國語也說得好 因為他台大讀書的,國語說得非常好 拿事情說得非常清楚,因為英國領事館 請得他的話,他不會好差的,相當好 那個節目都是講了很多問題,那個節目就星期日播出 講完之後,我就跟鄭文杰都有些計談一下 那談的計就是,我說你有什麼打算 他就說現在又在醞釀著,他們可能有幾個年輕人 不是我們老人,就是醞釀著一個香港議會 我看這件事都是遲早發生的,你看看 將來可能有幾百萬人在英國,沒理由會 就這樣折折折折,香港這件事就了結了 這個我就不相信的,香港人都要追究的這件事 被人逼著做難民,逃離香港,將來當然要追究 所以我昨天早上就跟一個英國人權律師通電話 這個人是專門他們國際法庭告的 我說作為研究,我不是說要做,我是研究 他就是告海牙國際法庭的 作為研究你給那個報價給我要多少錢 如果要告國安法要多少錢 說他犯了法,犯了中英聯合聲明 要多少錢和要多少時間,我叫他報價 他說好,他說給我多少報價 我跟著跟他談談閒計,那天很有經驗 那是Barrister來的,Barrister不是普通 就是上地爭爭的那個人 我問他,我說實際上我們香港是做得事的 為什麼呢,如果一陣子去海牙告他那時候 我們應該這樣告,因為我那時候不是有第二個任務 我一向都有這個構思的,所以我第二個任務 我就是說應該告他就是中共撕破了中英聯合聲明 他裡面很多承諾沒有執行 所以他因為沒有執行他的義務 所以他的權利就是得到香港的主權 現在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有一場官司值得打的就是挑戰他這個主權 即是說香港的主權歸不歸中共 這個人,我就提這個人,他問我打工事內容 我問我這個邏輯市長講給他聽 但我知道國際法庭打贏了都沒有什麼發生的 你看到那次菲律賓,但是你可以名正言順 即是說現在講起,老實講,國際菲律賓贏了 你不要說沒什麼發生 現在的立場,即美國如果搬走他的軍事設備 就是有的依據,名正言順,不是出師無名 所以我就想在想這件事,你中共一直都在違背 《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 跟著這次搞個八個字就搞個《國安法》 你犯了《國安法》,你徹底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譬如由香港市民,不用很多,去國際海牙 國際法庭告你中共,說你因為沒有履行你的承諾 所以主權應該恢復給英國,然後由英國再還給我們 香港九七年以前的居民,由我們公民自決 我講這個邏輯,講起來都幾通,我全部講了概念 我們做事當然第一有概念,第二一步一步一步推進 最後變成行動,他就說這個想法相當好 我說我再加一步,我說我聽說有人想承諾個香港議會 那個主權英國可以隨時拿個主權,如果法庭判了 主權是歸回英國的,英國在法律上有權拿這個主權 準備這個所謂香港議會,香港議會只不過是一個臨時 代香港自主先,然後由香港議會再敦出一個獨立的公投 讓香港人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我拿這個整個過程,就跟人權律師,大律師,不是普通律師 很有經驗的差不多都有整六張東西,我跟他講了 他就覺得這件事很通,我說這樣吧,不如我過來英國 我跟他們開會,因為我順便如果這個議會行得通的話 我就上去見一見Johnson,不是說我很有料,千萬不要以為 我有關係,我有辦法,但我不是很有料,他不是見我 公義,千萬不要想像太多,又不要說我吹牛,我堅決我能力, 但是你說我影響他,不敢說,但這件事如果通的話 就是一個順利性掌握,當然這個是臨時的,但當有一天 中共那個政權危危乎的時候,我們那個權力就可以發作用了 你們聽著,沒有東西即刻發生的,不是即食麵那麼簡單的, 這些東西全部要一步一步企,做這些東西,我為何懂得做呢? 我當時做工廠的時候,所有產品都是我開發的, 雖說OEM,但產品是我們設計的,然後用別人的名字, 所以是不是OEM就成問題,不是ODM,所以我就知道程序, 我好懂得程序,產品有概念,再用Prototype,再畫圖,再試裝, 這個行程,限定都成年,你們做一個新的產品, 所以我就懂得怎樣一步一步這樣做, 這個是我以前做不開的,我二十幾歲開始做這些, 這些一樣,複雜程度可能做不高,都是人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第二個主張,你美國的第二個主張, 所以我就會這裏,這裏比較有空一點, 放低的話我就去英國,拿這件東西推進一步, 只不過概念,大家講老實實話,你說我吹雅也好, 你說我樂觀也好,天真也好,這都無所謂, 所有概念都是天真,如果英國,當然是害怕, 英國說,如果這樣就跟中國斷了,以後就無話講了, 如果英國不斷,我應該怎樣做呢?我就想了, 如果英國不斷,告他,海牙告他,當他是被告, 說他當時出賣了我們香港人民, 跟中國定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未得到我們香港人的同意,完全沒有得到, 而香港,每個地方你們有空看回聯合國憲章, 每個地方的主人就是當地人,不是說, 中共說香港是中國的內政,沒有人管得, 香港是屬於我們香港人,這個是國際法律, 你們有空看聯合國憲章, 我也想了,如果英國不肯,怎樣呢?告他, 告他在海麻,他基本上就會怎樣呢? 就會消極抵抗,因為積極抵抗,老實說他很同情, 現在都很同情,我們香港人,如果都不會, 都不會給那三百萬,他同情的懲罰之下, 他會有消極抵抗,聽著,消極抵抗, 什麼叫消極抵抗呢?就是他打算是輸的, 但是就拿回面子,就是落地上,沙那些, 他消極抵抗,中共從來不出席, 他根本不承認我這些,如果他消極抵抗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即是法庭可以判,這個主權, 香港的主權是屬於九七年前的香港人, 香港人有權自決,自決什麼我不管, 這些是香港人將來的投票權, 是九七年前的,九七年之後那些,裡面的混雜, 混雜了中共不知道多少那些, 特務也好,滲透也好,多了, 我在外國不知見到香港護照那些, 根本就是沒有的, 即是那些人根本在香港都沒住過, 你看都慢慢走路, 至少不知道五本七本是香港護照, 你說他有沒有香港住過五年, 第一當然沒有,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在想這個案子, 老實說我們香港公民黨這麼多律師, 我都不明白,以前這二十三年來, 中共犯了那麼多,侵犯了那麼多, 所謂基本法也好,中英的聲明, 從來沒有人去報它, 你律師寫一張藏詞,不是那麼難, 對我們來說,要起碼花幾萬元, 甚至幾十萬,才寫到一張藏詞, 但是這班大律師, 香港民黨這班大律師, 對他們來說, 只不過是喝杯咖啡的事, 所有資料香港都有, 你怎樣侵犯哪條法, 它還在立法會裡面, 這些資料齊到你飛起, 所以我現在想想, 如果我們真是在海牙去告, 即是說香港公民, 我們香港市民, 九七年前的市民, 我們去海牙告中共, 或者告英國, 那這班所謂公民黨的大佬, 應該扶一定的責任, 大佬你們的律師費這麼貴貴, 現在經常都不想做香港公眾的事, 應該你沒理由, 這張藏旨, 當然我們過去人權律師可以幫忙, 但是我們完全有能力, 我們的律師裡面, 隨便抽一兩個人, 都已經搞定了個個案, 而且不用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現在這條路都想, 但是我老實說, 我自己精力又行, 我就在華盛頓, 對付美國人, 但是這件事, 我只是找鄭文傑看他時間怎樣, 當然他年輕, 比較亂, 即是我們要在英國肯定有幾個, 是我們以前香港的, 肯定香港的老資格, 厲害的人, 肯定鄧妍那些, 不知道他老實人怎樣, 我就肯定去找他, 我買的, 即是這些人就是欠香港的, 在香港賺那麼多錢, 那麼好, 因為你應該做些事情, 很多人在香港, 而且很多人去英國退休, 甚至是很多英國人, 非常同情香港, 願意幫香港做事, 所以我們應該有一個小組在香港, 他們說成立那個香港議會就好了, 我又不是他們的人, 但是我覺得應該, 這個是他們首要的任務, 即是要截了一個主權回來, 香港的主權要截了回來, 等共產黨有三長兩短的時候, 這些事情很容易發生, 你不要小看, 現在他跟美國佬在組裝的時候, 很容易發生, 可以輸是超過50%, 共產黨輸給美國是超過50%, 你問任何人都可以, 在這個情況下, 你接管了香港的主權, 主權, 將來, 將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有機會讓我們可以恢復, 所以你經常說光復香港, 全部同意, 但要有一套計劃, 不要叫口號, 我們年輕人沒有經驗, 有沒有工作能力, 有沒有組織能力, 那個光復香港, 我們是完全贊成的, 我完全贊成的, 但我沒有所謂, 我現在已經四個控罪, 好像量身訂造, 量身,量身訂造, 好像對擠我們這邊, 今天都沒聽過, 即是說我現在, 那個所謂光復香港, 這條新罪, 昨天說這條罪也是辦法, 光復香港要變成一個動作, 有一個計劃, 現在我只是概念, 由口號變概念, 由概念變計劃, 所以有計劃一步一步一步實施, 這個只是正式做事, 做事就是要有這個流程, 要有這個耐性, 要有這個資源, 要有這個實力來做這件事, 在這個時間我只是出過主意, 我拿這個所謂設計, 拿這個概念變成設計, 就拿這個行通了先, 即是說哪裏是可能有阻滯的, 我就去說服它們, 起碼意向了沒有阻滯, 我現在美國都是在做這樣的事, 由概念到計劃, 都開始探索, 英文叫market research, 等我們一直搞產品, 到底這個東西買不買, 碰到一個困難要說服, 之後就要實行, 我看這件事不是那麽難, 可以這樣說, 如果真是做的話, 如果勤力做的話就六個月, 不勤力的話比較多, 就一年左右, 但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不應該是我主持, 是應該香港公民黨的大律師, 當然他們不敢, 因為一做就開始, 一做就分裂國家了, 直接做犯了, 因為公投都是獨立, 我就想, 如果你們看了這段事, 如果有公民黨人看這段事, 看看有沒有我們退休的律師, 資深的律師, 不會給我些壞事, 不是那些事, 不是給些, 真是說新事都說不行的, 那些律師, 我不喜歡, 我不跟他們說在一起, 我需要在倫敦有一兩個律師, 因為他們不覺得犯法, 香港人不覺得犯法, 就幫我們組織這件事, 我再重複一次, 就要代表我們九七年前的香港的市民也好, 公民也好, 去海鴨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違反, 撕破了, 毀壞了那個, 撕破了中華人民的聲明, 所以主權回歸英國, 英國當日因為沒有徵投我們公民的同意, 就拿我們交給中共, 以為我這麼嚴重, 很嚴重的, 就讓我自己公投, 自己決定將來, 我也知道共產黨人聽我說, 我不怕,怕得不早, 所以我希望你們看一看, 他們有沒有什麼, 英國沒有什麼, 他們的師父, 學法律不是很多師父, 師父那些是經驗, 現在那些香港的律師, 全世界是一流的, 英國在那邊, 可以幫香港搞定這件事, 不是那麼難, 實際就是寫個訟詞, 提供證據, 證據有了, 確鑿, 全部共產黨, 你寫了病床都犯了, 終於中聯辦, 九五歸幾千日, 已經犯了一國兩制, 你不用說了, 表面證據也是有文字, 黑字八字, 也是有證據, 所以我只是講講, 這個就是一個機會, 最近程翔寫了幾個字給我, 寫得幾有意義, 那天好像說, 楚國, 英國時代, 楚國被撕掉, 被秦超國撕掉, 他說, 楚國只有衰, 只有三戶, 即是三家人剩下, 但將來滅秦是別褶, 所以我們香港, 雖然我們人口不多, 但我現在看來, 將來滅共產黨, 都是我們香港去搞的, 尤其是香港的廣東人, 很厲害, 那些精神就是一流, 死都不撲起,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 美國我照應做的, 美國剛剛那天, 碰到一個眾議員, 叫做Molinovsky, 他參與了一個, 叫做安全港計劃, Safe Harbour, 剛剛遞了上去, 已經開始, 眾議院已經開始, 估計都是傳統通過, 將來參與, 就是要保護我們今次, 去年和今年參加抗爭的所有人士, 領導也好, 就會幫他們安排, 屁股, 實際屁股就是讓他們入籍, 清智屁股, 收留, 當男人也好, 什麼都好, 組織讓他們入籍, 就是美國人, 這條法, 你們上網查一下, 英文叫做Slave Harbour, 我估計都是很快的, 差不多, 一兩個月通過了, 這些法律, 他們要臨急救香港人, 包括我的第一個項目, 我根本省很多力, 因為有這條法, 所有被拉過的示威群, 示威人你只要證明, 被人拉的有張紙, 那張紙就是你最好的證明, 這張紙就是入美國的, 等於簽證, 拿著那張紙去美國, 美國領事館就可以了, 通過了之後, 就是這件事, 而且很快的, 就是這樣一兩個月, 你們不用擔心, 可能那時候你們那個審都未審, 還未有機會審, 自由還是可能性問題, 所以這個是好消息, 所以我現在三個目標, 都有一定的進展, 我又不敢說什麼大進展, 但是我見到你們7月1號, 這麼有膽識, 有幾萬人上街, 這個真是, 所以我穿著衣服, 我沒有危險的, 沒有人敢動我的, 他們不知道我有什麼實力, 我跟他們說, 你動我家裡有一條毛, 我們在美國劏你全家, 我不是去大使館, 我是不是開玩笑的, 你動我幾天一條毛, 我不客氣, 你看看我好像很和海, 真是, 如果發起火上來, 我不是這樣, 老實說, 我們都有, 有兇的面, 我們自己人, 當然大家有外氣, 但你試試動我家人, 動我半個家人, 大陸家人, 香港家人, 你動他一條毛, 我不會放過你, 你別以為我完全是, 只有港市那種, 我不是那些人, 我講得出來, 我一定做得到, 我拿一條政府的身家, 去找人報復, 直接做到, 現在公開, 我又不怕拘捕, 我在美國, 要坐牢, 一點都沒問題, 聽著, 共產黨, 都講了很久了, 老實說, 我已經盡了我, 盡我力, 一定沒問題, 我這陣子身體很好, 因為可能幫香港做了事, 有了鬥志, 身體很好, 多謝你們, 很關心, 很多人都很關心我的安全, 很關心我的健康, 沒問題, 我現在老實說, 比我三四十歲, 沒什麽大分別, 我那時都是這樣做事, 但專心跟你們講話, 有時太專心, 很多小事, 小事, 即其他琐碎的事, 生活上的事, 就會漏了, 因為太專心, 等於以前, 以前的大法名家, 我不是大法名家, 他們專心做事, 牛頓那些人, 那些小事, 全部他不顧, 顧不到那麽多, 我有時, 變成這些小事, 就真的顧不上, 很多那些, 不錯, 這些很值得做, 就算失敗, 都是值得全力而闊, 記住, 不要怕失敗,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的耐性, 我以後起碼, 我以後會不斷有片段, 但星期六晚, 就是我們做直播的時間, 好,拜拜, 好的, 處於我們 errors, 的時候會被先聞他們 拍打工 連累真的不接 router, 我們說出現 我們 uncertain離譜 來看片段,